會一團一團的 然後這個地方他會把它打散 然後送進去裡面 啊這個裡面是負鴨 負鴨 為什麼呢 啊 如果你們有去拜拜燒金子 拜拜燒金子那個不是說什麼 什麼土地公 土地公自己會幫你算錢那個有沒有 這個也是你把它擺在這裡 它那個負鴨 因為它後面有一個50公尺的煙囪嘛 所以它的那個空氣會拉上去 而且我們後面還有一個強制的馬達 風扇是強制送光 為什麼呢 你人在這個地方工作 如果它裡面是鎮壓 那個火會從裡面噴出來 所以它一定要負壓 對啊你拜拜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火會從那邊噴出來 所以這裡面是負鴨 負鴨然後這整個房子的叫燃燒室 它是水牆結構 裡面都是一個一個的水管 水管喔 等一下到那邊 對發電 來這邊 謝謝 謝謝 謝謝